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過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數位文具達人 問一下阿虹哥 其實目前來講 我們的數位文具 它當然不像我們這種十塊錢二十塊錢 但我們使用的族群會是哪一些呢 會買數位文具的人 其實歸納起來大概有三個族群 那麼第一款是類似像阿虹這樣子 就非鋼筆不用的人 他離不開筆 所以他勢必沒有辦法用這個觸控筆 那麼還有設計師 那他習慣於在一個比較大的紙張上面用實體的筆去畫 所以這是第一個族群 離不開筆的人 那第二個呢 第二種其實是屬於高效能的這個商務人士 商務人士 他們time is money 所以他們必須同時在處理很多數位也好 包含實體的東西 對他們來講要效率要快 所以就需要能夠把這個數位跟傳統結合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他們就願意用 只要能夠幫助他提高效率就好 像把星狗這種一秒幾十萬上下的 那第三種人呢 會不會是我 其實第三種人是屬於過去不用文具的人 過去不用文具現在還要用文具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數位時代之後 大家手機非常普及 那大家開始從 手機 智慧型手機 開始學習用APP 那麼從螢幕上看的這個 這個APP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看起來就像是一本手帳本一樣啊 對其實就是一個手帳本 這是一個非常 我常用的一個APP 叫做Planner Plus 它的介面其實就跟一個手帳本 對啊 這樣感覺完全沒有進入障礙耶 沒錯 那麼但是很多的使用者 在這邊學習了很多手帳的使用方法之後 但是 他覺得數位 對 有所限制 那麼開始反思 就轉而回到實體的文具去 有些文具這樣子 等於說我要是呢 通通都用數位的 我還是覺得少一點什麼東西 我再跟文具結合起來這樣子 沒錯 好那但是呢 把信狗這樣來看一下咯 自己本身幾十萬 不要這樣講 身價不菲啦 不過呢以目前來講 現代人使用這樣數位文具 有什麼樣的便利性呢 應該這麼說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呢 你的東西還是要用紙本去記錄 對 可是你在紙本記錄的時候 就有一個狀況 那你要怎麼回到電腦 是 透過數位文具就可以把你紙本記錄的東西 回到你的電腦去 再儲用 因為你還要E-mail給朋友啊 對 你要打報告啊 對 所以它有它的便利性 另外就是呢 一般那種數位產品有個狀況 會有電的問題 是 所以有些商務人士 還是喜歡帶個筆記本 他不用擔心沒電 他可以隨時隨時去處理 還是要隨時要記這樣子 還有不用擔心他摔壞了 對啦 你看幾十塊的線圈本 怎麼摔都摔破壞 對不對 一個iPad摔下去哭了 好 但是呢我們要問一下 那個是阿五哥 像我們知道說 我們剛剛就比較過嘛 數位的文具來講的話呢 一直比一本筆記本 它的這個價格來講 還是比傳統文具還要高了不少 平均來講的話 大概會比一般的傳統文具 大概會多出幾百塊呢 台灣的市場這邊可以接受嗎 台灣市場我想接受度是 還有在考驗 因為目前數位文具主要來源 都是從日本過來的 文具大國 那麼在過去的幾年 因為日本物價高 當然它品質高 那匯率之前一直也很高 對 所以造成這個價差非常大 但是我想其實最近一波的日圓貶值 在貶值 其實是有機會 慢慢地普及的 對你來講是有機會 趕快把它引進來 就是讓台灣的人都可以使用到 不過馬上來介紹 其實呢我們剛剛想了這麼多 我還是不了解什麼是數位文具 所以阿虹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要來介紹的數位文具 有哪些呢 好我今天要介紹的 其實在日本它稱之為 數位時代聯動性文具 聯動性文具 可以看到我這一桌的東西 其實它都不是電子社會 對啊它紙就是紙嘛 Fair加就是Fair加筆就是筆啊 好比說我們請問醫美 隨身的東西手機一定有 對手機 但是筆記本會帶嗎 筆記本有的時候忘了就會 對但日本人他非常的重視筆記 所以他乾脆就把這個做在一起 是 那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片 這個 它是黏手機的嗎 你講黏其實也算對 但是你可以摸摸看它有黏性嗎 所以它不是有黏性 它是直接可以這樣吸上去 它沒有黏性 比如說這一支iPhone 嗯 直接在上面 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壓了之後 對 那旁邊是一個可以記事的這個 備忘錄這樣子 對沒錯 我們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日本人很重視這個 它就把數位這個手機加進來 對 那麼Memmo Pay在一個地方 不過我們這看起來好像還是 物理跟物理的結合喔 看是我們有一些筆啦 什麼之類 倒是筆記本那是比較特別的囉 對 那第二個就是 有一個族群是離不開筆的 對 它一定要用實體的方式去寫 但是它又想要享受到數位時代的便利 那我們就有一本Chanel筆記本 對 那麼你還是可以透過實體的書寫的感覺 對喔 就寫在上面了 可是這跟數位有什麼關係 對 但是它可以透過呢 呃 跟APP的結合 是 那麼把快速的把這個內容數位化 那我這邊可以做個示範 好來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我們剛剛看到就寫在一本筆記本上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耶 它其實呢 在這個筆記本上面有做一些手腳喔 不是一般你拿一張白紙就可以做到的喔 對沒錯 你要開啟什麼 呃 這個是Chanel 那我們現在它有一個專屬的Chanel的App 喔 這個App把它打開來 對 那我們按相機的鈕 各位可以看到 在Chanel筆記本上面有四個小點 小黑點 這裡 那麼在這個介面上也有四個小方框 我們就再把這個小點放在四個方框裡面 喔 讓它對照 然後它拍下來 拍下來之後它就會自動去校正 喔 喔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它有OCR的功能 是 連日期拍攝日期都會把它帶進來 喔 等於說就把它編嘛 然後呢這個就是成為了你在手機裡面 對 或是裝置裡面的這一些 這些這種檔案了 沒錯 好那但是呢我們又想到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支筆嘛 對不對 我們有一支簡報筆喔 聽說也很特別的喔 對 那這個簡報筆呢我們來看一下 簡報筆這個它可以把報紙 我們現在一般說簡報筆 要拿剪刀把報紙剪下來對不對 今天報紙帶來了 對 怎麼把它剪下來 不用破壞它喔 各位可以看就是說 假設我只想要這個區塊 是 那麼這一支筆它還是實體的筆 但是它比較特殊的是它這個頭 嗯 它這頭是雙頭的 雙頭 那麼 那麼你只要在報紙上面 就是說把你想要scan的區塊 那個區塊 我們就把它掃下來嗎 對 把它畫起來 畫起來 那我這樣把它畫起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是這個樣子 嗯 把它畫起來 感覺就跟一般比畫起來 沒什麼兩樣啊 沒什麼兩樣 那麼現在我就可以 在使用專屬的app 那麼來把它scan 那一樣 各位可以看螢幕上的畫面 好奇怪喔 可是一般來講說 我們要看到這個 它又不是照相的功能而已 因為如果一照相 可能會把全部的區塊 通通都把它掃進去嘛 但如果說現在我用的這個 框起來的地方 它可以做到 就只掃我框起來的地方喔 對沒錯 各位可以看螢幕的示範 那我現在直接就按下拍照 好 它就幫你辨別起來了 對 一開始它就利用這個線條的部分 第一步 你也不用害怕就是 拍彎也沒有關係 自己幫你修起來對不對 對 然後第二部分 它甚至可以幫你把不要的部分 像是這一塊 就卡掉了 嗯哼 就只剩這一塊了 喔 了解了 好 但是今天除了阿虹哥這邊之外 巴青哥 巴青哥今天也有一些殺手劍 過去當學生聽說功課很好 都怎麼做到的呢 來介紹一下幾些用品 來我先介紹的是那個 安諾拓的第一個產品 是它那個一個數位歷程學習 就是今天呢 我們老師對不對 每次發考驗給學生對不對 都不知道學生會不會在上面作弊 對嘛 還可以圖改 對 那今天如果你有了這個對不對 數位歷程幾乎 今天學生在上面做任何答案 馬上即時傳送到電腦 一筆一畫 對 馬上都看到 甚至你在上面偷偷寫說 隔壁的那個阿妹啊 留電話號碼給我 然後把它塗掉 老師都會發現 嗯 對 就算你把它塗掉也會看到 所以變成說很適合 好那但是呢我們要看一下 聽說有一個更厲害 它可以recode對不對 recode 對 應該是另外一個產品 那是一個Wi-Fi的Smart Pan Wi-Fi的Smart Pan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你今天在抄筆記 比如說我在上課說 課程1課程3 是 然後我在課程1的時候呢 的錄音 我馬上點一下 它就會出現我課程1的時候的狀況 對的聲音 對然後我再點一下呢 它就會出現我課程2的那個聲音的狀況 對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可以玩鋼琴的遊戲 嗯 比如說你在上面可以彈抖韌音 發收大器的喔 你現在可以彈一下嗎 對 好我現在彈一下 所以說就是等於說 我們上課的時候 比方說老師在講長篇大論的時候 我自己呢 不要把它抄下來 對 寫個1 好老師講到2 我再寫個2 沒錯 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寫完以後這些筆跡 跟你上面這些錄音 是 會同步傳輸到Evernote上面 哦 所以你不用再找電了 都庶位化了 但是今天又來了 如果說今天呢 我想要學多國語言的話 又有什麼好配方呢 多國語言的話 你就可以看看這支筆 你知道嗎 這支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說 它就是你有那個教材對不對 是 比如說你要學日文對不對 對 你不會唸什麼字 你只要點上去 等一下我翻一頁 翻一頁日文 所以說我們要有學日文的需求的話呢 有 哦 對 你這點到哪裡 它就唸到哪裡 對 這跟剛剛的概念很像耶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的這個書看不懂 也不用擔心要找那個錄音帶 有的覺得光點那個好麻煩喔 對 你跟我說第幾軌 要翻來翻去不曉得再搞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點完它就會有答案了 所以就很簡單 不過現在聽說它有翻譯筆喔 翻譯筆更厲害對不對 翻譯筆喔 那真的是很酷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以前遇到那個翻譯筆呢 應該怎麼說呢 可是我覺得翻譯筆出來很久啦 我以前弄什麼大家說英語的時候 就一個字一個字翻譯吧 一句都掃不到耶 那現在我們可以怎麼做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翻譯筆比以前強多了 我現在隨便翻譯頁喔 我要翻一個那個整面的對不對 是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翻譯 好 那我要翻譯要怎麼翻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喔 好 我直接掃一個段落 好像在圖立可白喔 對我就掃完 比如說我要翻這個段落 我就把它全部都掃完對不對 對不對 你沒有等它耶 不用不用 我們直接都掃一句等一句 不用不用 而且是不是除了一段之外 整頁可不可以掃完 對 你掃完以後呢 它就進去 然後進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按著 它就可以翻譯了 好 所以說它其實 所以它等於說它的這個語法 有時候我們都看到一個字一個字翻譯 讓它翻個一句都文 都文不對題 沒有語法性 所以用這個之後 翻譯這 也沒有錢可以賺了 直接來 不過這個要下個月才上次 喔 我們才有這個新貨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一整頁的這個翻譯 我們都可以做翻譯這樣子 對 好 那另外再看到 其實呢我們現在呢 在給大家看到的桌子上這些 都是由我們的這個阿虹哥帶來的 其實呢很多這些日本這些商品 那還有我們剛剛看到這些來自瑞典 或者是各個國家的這個文具用品 都已經有數位化的功能了 不過呢 像這樣的筆記本的話 大概多少錢 這本大概要250元左右 250塊這樣子 那因此呢 這個筆的話大概是200多塊 今天也會送給大家了 好 那麼呢除了我們今天的 這些3C數位文具來介紹之外呢 還要告訴您喔 現在的金磚五國想要對抗起來 跟歐盟來打遊戲了 全體的聯合銀行 他們要打什麼樣子 注意什麼樣的算盤呢 稍後出現主播要來一起告訴您囉 稍後再見